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世界杯H组莫伦 乌拉圭2比0击败迦娜 但仍因为进球数列式遭到淘汰 赛后路尔斯·苏亚雷斯接受了采访 图像很清晰 和希基·文尼斯被判犯规的判罚伤害了我们 第二轮对阵葡萄牙时 和希基·文尼斯手球犯规被判12码 达云·纽尼斯被放倒是一个明显的12码 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和求证们 必须给出他们做出这两个判罚的解释 我们今天没有得到 这不是借口 但是乌拉圭确实没失磨权力 赛后我想去看我的孩子 但是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不让我去 而法国球员可以在后背席上和孩子坐在一起 看起来乌拉圭需要更大的权力 国际足联总是针对我们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